現在開始先著樹的顏色 紅色在這裡 好這個有碰到咖啡色我們要把它洗乾淨 好第一層比較比較近的這一層我們拿紅色 我們這個紅色通常會加一點橘 然後呢左的時候呢 跌上去 暗面也要疊上去喔 疊次喔 然後再來呢 再加橘色 這邊有一點橘紅 然後旁邊的櫻霧要注意一下 刷水讓他 漩然開來喔 然後比較上面的地方我們會加一點黃 橘黃 因為這個 上水花是秋天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整張都是 以楓葉的感覺為主那種 當然 我們楓葉會畫在這邊的齁 那整張都是以橘紅到橘黃 下面的樹是有加橘齁 下面那一層那一層 再來就是沒有啦就沒有紅了 直接加橘喔 是不是 直接用橘色啊 我都調在一起啊 他在原來的橘色在橘橘色上去 嘿嘿嘿 那等於紅的不見了 只是橘就對了 對慢慢的漸層上去 你跟說橘紅 對呀紅橘了 橘紅 紅被掃橘就對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像這個比較邊緣的地方喔 我們都會加一點黃 讓它有那個 光線的感覺 另外邊也是一樣 因為另外邊比較淡啦 所以我們就不用 不用到很大的大紅 從橘紅開始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是嗎 對呀 好 真的 嗨 好 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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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画面一样加黄 这个黄我们都不会拿很多 而且你一定要把它推开 好不然他会整块在那边 碳笔用碳笔 因为铅笔太尖了 我们只是软的 所以他会把它弄破 所以一般我们会用碳笔稍微勾勒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 不用直接画 这样会训练的比较多 对 後面這邊 煙霧 把它疊回來 這裡也是先畫案面的 畫面的山 與布 我們這個圓景都要盡量淡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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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謝謝 一定要盡量淡一點 这个阴污就淡淡的 都是刷水 在安排 亮面的颜色 这咖啡色就不加墨 纯咖啡啊 对 那亮亮的 一开始的时候有除过蓝色 对 再抵一下那个咖啡色 然后远紧的 这个三号 你可以局部呢 加点藤黄 就变成黄咖啡 这个黄一定不要加太多 亮出了 对 这是亮面的颜色 这边 好 水的部分以上都是 重新再走一次 用這個藍色 加一點墨 加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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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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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